拿著棍棒衝下車 表情超兇狠 駕駛怒氣沖沖 要找歧視理論 到底發生什麼事 回到一開始 台中黎明與福星路口 一輛機車準備轉彎 後方突然殺出 一輛黑色轎車 駕駛被嚇得左右搖晃 趕緊把車停下 轉頭看向駕駛 騎士繼續往前開 沒想到黑色轎車 卻一路尾隨 驚悚的是 轎車駕駛竟然沿路B車 騎士還搞不清楚狀況 突然車門一開 駕駛抽出棍棒追趕 嚇壞不少人 B車的駕駛 他有觸犯到 刑法的強制罪 他有持棍棒的部分 有涉及到恐嚇罪 網友看了直摇頭 說遇到這種人真恐怖 還算說明明是自己有錯 竟然凶別人 誇張行徑 令人傻眼 只是再看一次 驚悚過程 轎車朝著騎士進逼 萬一油門踩得太急 可能撞上騎士 之後還拿出棍棒追出 還好這名騎士反應快 及時落跑 記者楊文欣 台中報導